今天为大家做的是杭州名菜 笋干老牙堡 笋干老牙堡的主料就是老牙一枝 这是笋干老牙堡的辅料 果状和笋干 笋干是天木山的笋干 用的调料是胡椒粉 盐 味精 黄酒 生姜 葱 笋干首先划开 划成丝 也不要过于太细 这样我们给它取成段 好 这老头就不要了 首先把那个鸭子焯水 把里面的血沫全部焯出来 这种血沫全部打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将炒好的老牙放在砂锅里面 现在开始加调料 生姜 葱 火状 笋干 现在加入清水 加水要超过鸭子 好 这样加黄酒 味道到出锅的时候再调 加盖 好 在砂锅里炖3-4小时 老牙完全酥 后调味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老牙把已经炖好了 来加入调料 因为前面不加的盐的原因 因为火状和笋干它都是咸的 所以说前面味道吃不准 到后面再调这个味道 味精 味精少放 它本身就很鲜 胡椒粉 好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这个菜的特点 汤醇味浓 油耳不腻 酥耳不烂 生津开胃 回去吧 非 리�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